李正 敬禮 請坐下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王永慶的那個故事 也有類似的情形 你知道早年在台灣那個外國人不多的時候 有一次我接到一個電話是那個 什麼長榮集團的 什麼主任秘書啊 他有一個重要的文件 他翻譯好了要我校對 因為早年我在跑 電視台還有報紙 所以很多人聽過我的名字 所以 他那個文件拿來 結果是董事長 好像董事長 或是董事會的某一個人的 媽媽過世 然後那個副文 他就翻譯成英文 現在要寄給他們所有來往常常 啊 我看完那個英文你說 我就說 這個翻譯的還可以 但是我最好 我建議你不要記 他說為什麼不要記 那理由就是我剛剛說的 西方人是個人 與公司是分開的 這個不是同一件事 這些廠商有認識 有認識這位媽媽嗎 她不認識嘛 那沒有認識 你寄這個副文給他 那你要他 你實際上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 用西方人的角度解讀給你看 你現在公司 面臨改組 OK 因為這個 這個人必定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嘛 啊他過世 現在你公司要改組 或是是不是公司面臨破產 你這樣記 西方人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 那你看 那個台灣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喔我的媽媽 所以大家要關心 但是我說 你跟他們的關係 是公司的關係 不是個人的關係啊 這兩個要分開耶 所以 後來他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 但是 同一個問題是 這個西方人他收到這個 復文的時候 那他要怎麼反應 他也不知道耶 那是不是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他怎麼反應 這個必須跑去問一個國際禮節專家耶 他會懂嗎 不知道耶 所以 就是說我們 我們要 留意這樣的問題耶 我們要留意這樣的問題 就像在台灣你說 我 我現在 認識一個女孩子 我跟他來往的不錯 喔現在他緊急要回去 開始下雨 我送他一把傘 我說那你 你不要下雨 但是 很多人會說這個有 在台灣會有 01層異色 好像你要跟他的關係 要整個要散掉耶 所以你不能隨便送雨傘 我以前 朋友來我辦公室 開始下雨 他沒有雨傘 我就問他一句話 你有沒有10塊錢 他說有啊 我說那你給我10塊錢 他說你要給我什麼 我說我賣 我賣一把雨傘給你 這個很好的雨傘 我賣給你10塊錢 那不要說是我送的 對不對 這個是我變通的方法 但是 一般這個也是 牽涉到那個國際理解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會 這個 美國或是西方的 跟台灣的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注意這個 我們也要注意到這個地方 還有 現在 其實我一直 我一直以為 我們 最好是可以 請一些婦女團體 或是這個代表來 對不對 因為將來 如果你進 進來很多那個美軍啊 對不對 你進來很多那個美軍 你就是 你要小心 你這個年輕女性 哦 他要請我到海邊玩 好好玩 no 他 他請你到海邊玩 他一定有 進一步 這個關係的那個想法 啊如果你沒有 你就不要去啊 你是 你是 這個學生啊 怎麼樣 所以我記得在台北那個 北一女啊 你知道你 北一女的那個門口 如果你拿了傳單 要給他們 你站在那裡 他們下課 你站兩個小時 你知道你發幾張 零張 沒有人拿 他們被訓練 他們效規是 不可以拿傳單 在門口 我想這個有幾個理由 一個理由是 總統府對面 萬一你拿著又丟了 到處都是垃圾 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 不受那個廣告的影響 所以這個台灣的女性也要了解 不隨便收那個 美軍的那種 邀請 如果你收到他的邀請 你要知道 這個後面的 關係的發展 就不一定是 你所想像的那種速度 那這個就是 不一樣的那個習慣 這個是整個來往不一定 不一樣的那個習慣 而且台灣女孩子特別是 特別是那個 台灣女孩子特別是那種 脆弱的 因為爸爸媽媽就教他們 一直讀書 一直讀書 很多人十幾二十歲 都沒有男朋友的經驗 這個就很危險 在美國人看起來 這個很危險 所以為什麼台灣 你就有那種 什麼要分手 這幫 惱羞成怒 然後做出什麼 激烈的動作 這個都是完全社會上 沒有 沒有一心朋友的經驗 我想 美國社會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認為 異性朋友 從十幾歲開始來往 應該是很正常的一種現象 而且 男朋友女朋友 多叫幾個 對不對 應該有 應該就有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想法和健康活動 這裡很多孩子被逼的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這個 這個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人家在形容 他怎麼形容 他形容成 南極的那個企鵝 南極的企鵝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探險家 第一次到南極 踏上那個 南極的那個路快 那個企鵝就會過來有沒有 有沒有 就這樣 好像報道這樣 但是 他們很友善的 但是 如果那個企鵝有看過 人類齁 他不會這樣 他會馬上逃跑 所以這個慢慢過來的 他是什麼 他沒有接觸過人類 他不知道人類的可怕 那些知道的話 他趕快逃跑 有沒有 那我想 美軍 在某一方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Okinawa 琉球不是常常鬧 那個 那個是嗎 什麼女孩子 什麼被強暴啊 什麼這些這些 這個就是沒有講清楚 這個就是沒有講清楚 交往規則 Ok 交往規則 也是回到我們這個 登山的那個一樣啊 那個 瑞士的也好 美國的也好 授救隊就說 你超過這條線 我不救 因為那已經是非常危險的地帶 所以台灣是不是要建立那個公司 喔 我們就是去旅館說要一起看電視 No 沒有這種說法 去旅館 就是已經變成默認 我跟你要發生關係 如果你沒有這個認知 你不要去啊 那你說我才認識兩天 管你認識幾天啊 你就是有一條線嘛 你就是有一條線 那如果你不設這條線 結果是什麼 啊整天喬架嘛 啊喬到哪裡 喬到法院啊 嗯 他強暴我 但是問題是 他解讀你的 言談舉止 他有一個結論 啊你不實這個想法 所以 你要了解別人耶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你不要產生這種誤會 你不要產生這種誤會 這個是 一個 接觸到 外國人的那個 基本想法 我記得早年我有 呃 我有一個 法國朋友 哇那法國朋友他們更浪漫耶 他們非常的浪漫 然後他認識 他認識一個台灣 的女孩子 我記得這個很早的時候 他認識一個台灣女孩子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說 那我 我認識這個女孩子 我們已經 已經 就說來往已經一年多了 那我 下個禮拜 我要回國欸 其實我的計畫已經完成了 我要回國欸 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在討論 要不要告訴那個女孩子 就說喔 我認識你這一年多 非常的快樂 那 下個禮拜我要回法國去 所以 下一輩子再見 要怎麼說 還是要怎麼切斷 後來 我們就 討論到很多坦誠的方法 就說這個 我的計畫 因為我的盤產啊 我的 我的這個 在台灣叫法文的機會不多嘛 他賺錢很困難嘛 所以 他時間到了嘛 他錢用完了 他要回去了嘛 喔 很坦誠的告訴你 我原來的計畫是這樣 我要回到法國去繼續 讀我的碩士 我要做這個這個 所以 好 謝謝 跟你來往這段時間 很愉快 拜拜 所有我們認識的台灣人說 喔 你這樣太 太不人道 不能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 如果當初 你知道一年後要回去 你就不要跟他來往 你混蛋 你不可以這樣 怎麼辦 後來就想出一個方法 大家勉強可以接受 如果外國人 台灣人 所有的人 討論這個case 大家勉強可以接受 就用那個方法 這是什麼 喔 我媽媽生病 我必須趕快回去照顧她 真的 對不起 真的 我們這段時間 在一起 突然這樣 終結 啊 我是在心裡很痛 沒有辦法 因為媽媽第一 所以 希望你可以了解 希望你可以諒解 啊 就用這個理由 那個女的 沒辦法 啊 那個時候台灣人去海外旅行很少 所以比較 所以就把它切斷 你看 都是這樣 我 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也曾經 我太太 早年 有認識一個女士 一個一個 比她大嘛 所以稱她女士嘛 當年認識那個女士 啊 她是哪裡人 她 那個女士最近 電視上有 有鬧一些新聞 不過那個 可能不相關的 當初我記得去她家嘛 啊 在那裡 然後 我們在她家聊天嘛 她那個時候就在牧場 啊我跟我太太 我坐在那裡 反正我太太喜歡跟她聊天 啊她接電話 嗯 我 我 一個下午我聽到了 我就不要講話 我回去跟我太太講 她一個下午就接電話 有好幾個電話 什麼 欸 禮拜六啊 喔 那 那幾點鐘集合 那什麼 那可以聽起來也蠻好玩的 那 那我們就在那裡 好那就兩點 喔 好可以 喔 OK 好 OK謝謝 喔 拜拜 他們繼續聊天 啊 等一下 什麼 這樣的事情 禮拜六啊 喔 禮拜六不行 我大叔出兵啊 喔 對不對 什麼去年 我大叔 那是另外一個大叔 我去年那個出兵是另外一個 喔 是 喔 那是我祖父的那個哥哥 喔 對 好那我不能 我不行 那不行 好那禮拜六 等一下個電話 蛤 什麼 好 我是很想去啊 我媽媽生病啊 我要照顧她啦 那整個上午 接電話 終於去戲劇 都撒謊 撒謊來 撒謊去耶 就這樣 但是對方聽得很舒服 那這個是美國我比較沒有玩過的遊戲 但是我發覺這裡的人很喜歡這個遊戲 所以我們就告訴那個外國人去上班 就是說 你同事 你要請你同事去禮拜六禮拜天去玩 然後他說 喔 呃 我 我 對啊 就是那樣 我 我祖父 祖父出兵 欸 我記得去年你祖父出兵 啊 那是另外一個祖父 就是這種事情 天天都是 都是推 那種家庭事故 不過真的是 有的時候是 是有這種事情 但是 你看 那個 那個每個人可能比較習慣就是說 我已經有安排 我已經有什麼 我已經有什麼 就 我有辦法去 我沒辦法去 就講清楚 然後時間的安排是我來安排 不是這樣嗎 一定要找個藉口嗎 這個我們 我們可能沒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我們想法就是時間是我來安排 所以我要去哪裡 我不要去哪裡 我 我 可以自己做決定 那我不一定 要 講的什麼 福利堂皇的理由 就是 我要去我不要去 我就是可以這樣 但是這裡很多 很多就會講一個理由 啊這個理由就是 你如果在旁邊聽就是 很多互相矛盾的 這個 我比較不習慣這樣 啊所以 真是很頭痛欸 啊 說到這些人齁 接觸 將來 大家如果有經驗齁 那一定要 開很多網站 把這個經驗都寫出來 讓我們希望 美國人 台灣人接觸有 有好的經驗 啊不要等到有這個不好的經驗 然後都 都把它講出來 然後大家非常的不愉快 當然我這樣呼籲我想 沒有人會聽啊 但是到時候我只講一句話 我講過了 我講過了 你要注意到那個習慣的不一樣 OK回到正題 台灣 這方面 要討論到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們現在有這個論述 我們的論述寫什麼 按照國際法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OK 那不管你喜不喜歡 反正按照國際法 這個就是一個定義嘛 OK 那在這個定義之下 我們去推廣這個論述 我們第一個會碰到什麼 一般人解讀美國的基本精神 就是什麼 50週 美國的基本結構就是50週 所以他就認為說 我們是推動第51週的計畫 報告各位 我們不是在推動第51週的計畫 我們從來沒有說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週 再來人家說 喔 你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從來沒有這樣主張 我們不認為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也不認為台灣將來是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沒有這樣說 這個是 沒有很深入的去求證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OK 但是 就是 要原諒各位 因為這裡就算是美國的 政治水者 就算是美國的法律水者 他的知識 大概就包括這一部分 他自己所了解的 他去美國留學 他拿博士學位 他了解大概也是這個範圍而已 對美國現有的海外領土 美國大部分的海外領土是 因為美國西班牙戰爭後 1898年後 所留下來的 但是有幾個例外 像Samoa村島 是後來 後來一些 其他的國家放棄他的主張 然後美國就把 組合起來 然後那個 酬長啊 那個地方也是有酬長 也是跟 原諒民比較有關係 那個Samoa村島 那些酬長就同意 給美國管 然後維京春島 我們跟丹麥買的 所以這個也是 很多 台灣人 或是就是說 你用中國話去 你的頭腦是中國系統嗎 如果 用微軟的角度來看嗎 你的OS系統是中國話嗎 對不對 你的整個腦子的思考模式 有這樣中文思考模式 很多人認為好像領土主權不能買賣 實際上是絕對可以啊 阿拉斯加本來屬於俄羅斯的 賣給美國的 路維西安娜一大塊領土 本來屬於法國的 賣給美國 維京春島 本來屬於丹麥的 賣給美國的 國與國之間可以做領土主權的買賣 可以啊 這個有時候回到看國際慣例嗎 OK 所以 一般學者對海外領土 不大了解 這些海外領土有什麼好處呢 它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它不必叫美國聯邦所得稅 然後美國的體系裡面 它可以進可以退 就是說 波特里克 它可以公投獨立 可以公投成為一州 可以公投維持現狀 關島一樣 沙摩瓦群島一樣 它可以有進有退 但是美國作為一州 一旦進入聯邦 作為一州 不能再退出 林肯的時候 南卡羅來納州說 我不幹了 我不要參加你這個聯邦 因為我要努力 聯邦政府說不能有努力 我不聽你的 我退出 而林肯就宣佈 宣戰 因為你不可以退出 他引述憲法的幾個條文 說你不可以退出 到今天 就有這個認知 你作為一州 你是沒有能再動的 但是海外領土不受這個限制 所以台灣在美國管轄之下 將來如果要走上獨立 當然是可以 如果要走上跟日本什麼邦聯 跟其他地方什麼邦聯 也可以 都可以 很自由的 比較自由的 讓我自治 你用你自己的人 來治理你的地方 自治 其實 在很多方面會 比獨立 還有誘因 因為安全 安全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安全 你現在你問一個外商 你要不要投資台灣 他就回答說 那請問你台灣十年內 會不會發生一個毀滅式的戰爭 今天沒有人可以回答 只能回答一句 或許有可能 那他就說 那我不要投資 我要搞一個工廠 我要希望有五十年可以營運 那幾年內就 就產生一個毀滅式的 因為中國 他不管死了多少 對不對 比如說我高速鐵路 如果高速鐵路 這樣子出軌 撞到別人 那我 我中國就 趕快挖個洞 把所有的這個東西 買起來 如果有什麼證據 全部滅掉 他最近也是這樣搞 他不要談證據 也不要談法律 他就是 粉絲太平 沒事 那那些家族 是不是認為有事 有事啊 到時候 就是 沒有地方可以去 來 來解決他的問題 喔我的孩子 埋在那個火車裡面 火車到底是不是在裡面 喔對不起 找不到 那是不是國家應該賠償 你有死亡證明 喔都被埋起來 喔那對不起沒辦法 所以他有什麼責任 都可以推得遠遠的 這個 很多人還成為文明國家了 我們知道是剛好相反 這個是不文明國家的做法 嗯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Renor那個 這個 車子本身 他的構造 他的通訊系統 他的各方面 有沒有偷工減料的嫌 喔 查不到 對不起都買起來 剛好都買起來 喔查不到 好方便耶 所以那個官員要不要追受 這個 喔 對不起 沒辦法 沒有證據 好方便耶 他做事好方便 所以 將來最好跟那樣一個制度 關係越來越遠 那哪一天他 再來一個堵奶粉事件 死了一半 那是他們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就禁止那些東西進口就好了 我們可以完全 自治區 我們完全控制得到那個消息 我們一旦有消息 完全控制得到 我們馬上可以限制 其實國際間 就像 民進黨 派 幾個代表 去跟中國 談判 美國很快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 這裡的報紙有寫嗎 沒有寫啊 國民黨知道嗎 不知道 除非民進黨告訴他們 但是美國知道啊 美國知道 蔡英文已經派代表去跟中國談判了 所以蔡英文就是像林博士講的 也是中華民國的體系 他 也是一樣被那個 統一那條路被吸走了 他不是為台灣本土的 來 尋求一條路 他已經忘記台灣本土是什麼 所以就像林博士說的 最好是 那個選舉要取消了 最好不要了 親中國的人 最好就是趕快 坐個船過去 擁抱他的祖國 對不對 這樣可以 我們這裡就是 本土台灣人或是 愛台灣的人就可以 留在這裡好好的生活 其他的可以趕快 趕快離開 沒有那個認知啊 趕快離開啊 對不對 因為 為什麼我們講話 怎麼 怎麼 怎麼尖銳 因為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一般領土 這是佔領地耶 佔領地 本身就是 不能大量那個移入啊 所以他們1949 大量移入 本身就是違法 啊 這個沒有時效啊 所以 請他們走是 與法有據啊 所以 到時候也是一樣 看他們的 言談 舉止啊 啊 如果認為對台灣不友善 那就準備一個 77飛機啊 一般一般的 叫他送走啊 這是我們的權利啊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本來不是這裡的人 佔領地的管理不一樣啊 萬一伊拉克 有大批伊朗人進去啊 還是要遷送回去啊 不可以耶 這個管理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 這個 我們不是在推動 51州 我們不是在推動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美國佔領伊拉克 伊拉克變成美國的 一州嗎 沒有 伊拉克變成美國的一部分嗎 沒有 伊拉克人都發美國護照嗎 沒有 那為什麼台灣可以發什麼證件 美國證件 美國授權的證件 美國授權的證件 就是因為 日本已經放棄嘛 日本放棄 沒有說給誰 OK 然後 確實是美國的 按照那個條約 美國的佔領地嘛 所以這個佔領地 必須有佔領當局 授權和發那個證件 必須是這樣 所以可以發他的證件 然後 然後在國際間 我們請美國 把其他國家 那個 溝通 那這個證件 你也承認 你也承認 到時候喜歡那個 ROC的證件 就是 那個 降級嘛 一直降級 一直到 越來越國家 就比較不要看到那個 因為確實好像那個證件 有點問題 台灣 在人口管理上 有一些比較進步的措施 譬如說護證啊 這類的東西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盲點是 那個東南亞的一些人社集團 他們就跑到台灣 台灣 然後辦那個假證件 那 假證件分兩種 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假的 OK 就是我可以辦這個假證件 連內政部的測試 都 無法看去破綻 那是 那是假證件裡面的 真的 那當然假證件裡面 也有假的 這兩個怎麼分 很簡單嘛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是 遼國人 他要辦台灣的證件 他給我一筆錢 我是人社集團 他給我他的膠片 我就去找 我去找 我找到一個台灣人 跟他講得很像 我問那個台灣人說 你有強去過 他說我沒有 我說好 我給你五千塊 你就去護證事務所 你用這個膠片跟你很像對不對 你就 你就辦這個證件 或是你 或是 如果護證事務所要當場拍照 那我告訴你頭髮怎麼剪 我就剪像這樣 那這裡有一顆字 我就教你貼上去嘛 你去拍照嘛 到時候你那個 你那個證件給我 我傳給這個先生 那個假證件 但是他是真的 所以他可以用那個再搬護照啊 他就可以去美國任務 搞什麼 違法勾當 台灣碰過很多這個問題 所以 因為 他的那個 發證件的那個 嚴謹度還不夠 將來 將來要改 好像要 要做那個眼球的 角色 還要做指紋 因為我們所 我所聽到的消息 我有內幕消息 因為 因為那個 我們有親戚在 台灣最大的軟體公司 電腦軟體公司 他們是做那個護證系統 他們最近接到的訂單是 內政部給了五億 要提升 那個 護證系統的那個 那個 作業的那個 正確性或什麼 那你想想看 你現在護證已經做得很好 是不是 那你要提升 你要做什麼 那當然就是 一定是 按個指紋嘛 要不然就是 看個眼球的那個 血管啊 這個是 改變不了嘛 這個是沒辦法做假嘛 所以如果要提升一定是增加那些東西嘛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去 上一次有 我們這個網路 網路小姐 網路小姐就是做我們那個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Ninkham 他 他英文名字叫Audrey嘛 他來 他就說他上一次要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就是當場 按指紋嘛 他有一個機器嘛 也不是用 也不是用墨水 是用一個機器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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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你來他就 看這個 WANG 我在想美國的那個 美國給你 檢查你的護照 我想他也是有辦法 用那個 透明印刷 在你護照上 他有留一些透明的印刷 所以你就是說 你把美國的那個簽證 你用一個印刷牆的力量 全部防照 貼在另外一個護照上 就算他旁邊有個小貼紙 他有什麼 你全部防照 你貼在另外一個護照上 你去美國的海關 還是過不了 他說這個是假的 為什麼 他裡面有做那個透明印刷 他有留一些字嘛 他印在你護照上 你看不到嘛 所以他檢查嘛 喔沒有這個東西就表示 你不是經過在台協會嘛 你是假的嘛 所以現在那個 就是辨識的那個科技 越來越高 為什麼我們要發這個 新的身份證 這個新的身份證 也是用 美國什麼 國家安全委員會 指定的這家公司 他的科技才夠高 然後好像裡面有 光那個卡片上 有IC片 有前面的那個 一個印 有個什麼東西 那個裡面有好幾個辨識的方式 是確定他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 而且那個科技是很難去防治嘛 所以 將來這個東西可以當做 美國 這樣是當做美國發給台灣人的 排報證 你要去美國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 確實確定你是這個台灣人 而不是假的嘛 他要開始控制那個人口嘛 控制那個 那個流動人口 控制那個外來的那個不合法的那些人口啊 因為 我早年 我在台灣 我在台灣 我也認識 一些 無國籍的人 台灣有一些無國籍的人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 我問他們說 欸 那你春節要做什麼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大概回香港吧 回香港以後 回廣州 然後 還有朋友在越南啊 那我去看他們以後 大概就回來台灣 我眼睛整個大大的 我說 你用什麼旅行證件 他說我沒有證件啊 他沒有任何證件耶 他是沒有國籍的 我說那你怎麼去 他說笑一笑說 我們有我們的方法 不過你看 這些人很厲害 他可以到處留哪裡 我們都不知道 他那個同居人 也是一樣啊 他那個 你說太太 但是他們沒辦法結婚 因為他沒有證件耶 啊更 更糟糕是 他那兩個小小的那個無國籍的 因為男的女的住在一起 久而久之 複製 複製品就跑出來耶 啊 媽媽無國籍 爸爸無國籍 小孩子生出來什麼國籍 無國籍 啊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學到一點 中華民國是 ROC style 中華民國是 人權 我們就把這兩個小孩 在這個出生狀況 他們是在 長安東路的一個 檢所出生的 雙胞胎嘛 啊那邊 媽媽沒有證件 那邊有寫媽媽的名字 然後無證件啊 什麼那些 啊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你問所有學法律的人 在台灣不是有台大 政大很多地方有法律系嗎 你問他們說這樣怎麼辦 他說 中華民國的國籍法有規定啊 啊這個 父不祥母無國籍 在中華民國領土出生啊 就是中華民國國籍 我說很好很好笑 他就在中華 我們去中華 護政事務所 他小姐看看這個資料 他要申請小孩子的國籍 他們回答就說不收禮 為什麼不收禮 不收禮 就是這樣跟你兇啊 不收禮 為什麼不收禮 不是這條有規定啊 不符合規定 拜拜 拜拜 對不對 一群混蛋我告訴你 一群混蛋 法律寫的白紙黑字 他不收禮就是不收禮 那很簡單好啊 不收禮不收禮好 那很簡單啊 我把整個申請資料 把這個過程全部寫出來 到郵局算過號繼續去啊 我看誰不收禮 三個月後沒有回答 直接提訴願 直接提訴願 不回答不行耶 就這樣搞耶 書院不行 我們提行政訴訟 要行政訴訟然後開庭 就在那裡當場跟他們討論 明明他這樣寫 啊護政單位 誰不符合規定 哪裡不符合規定 他說沒有權利可存 所以就是不符合規定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case 欸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法律說 沒有做過這樣的case 所以不能做 要不要翻六法全書 告訴我哪一條是這樣寫 但是他那個辦事員是這樣的態度 沒有處理過這樣的 我不處理 這個是叫做法律保障 對不對 他是這樣的態度啊 所以我們爭爭爭 一直爭到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一路輸到底 全部輸到底 小孩子那個時候二年級 那個中和國民小學 翻成一個很大的國民小學 一萬多個學生 他那個校長就說 沒有關係 給你讀啊 給你讀 我不跟你爭什麼 但是就是一句話 要畢業 必須補個國籍過來 必須有個文件 要不然 我沒有辦法給你 畢業證書嘛 他就跟我們這樣講嘛 我帶著那個五國籍的女孩子 跑一跑 他姓胡嘛 古葉胡 我跑一跑 一路輸到底 然後最後呢 最後我們全部輸掉以後 我們在想怎麼辦 啊內政部就來一個文 他說 經查 你借兩個孩子 把資料寫出來 進各方面去查 確實是無國籍 符合國籍法 第幾條 第幾項 第幾項 認定 請把這封信 和他們的 那個出生證明書 和其他相關資料 帶到胡政事 事務所去辦理 那個 國籍 登記 戶籍 登記 所以 實際上我們覺得很奇怪 他有查嗎 他查什麼 那個女孩子 是住在中和 跟他的 不是剛剛說 他有個男的同居人 跟他一樣 也是無國籍的 我說內政部有派人來嗎 警察有派人來 他說沒有欸 反正有這個文就算了 所以他就去辦 所以後來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 對撥公堂多年 所以那兩個小孩子 才 得到那個國籍 所以他可以畢業 在台灣 那後來他 辦那個 那個胡小姐 辦那個 先辦 無國籍的外僑居留證 後來 幾年後 好像 累積適當的居留 就可以 用那個 無國籍的外僑居留證 可以再規劃嘛 所以他們家裡 辦理好這個事情 所以你想 我這樣用法律 把它解決這麼大的問題 他會感激我嗎 你去問他 你去問他 那個何瑞人神經病 花這麼多時間 在搞那個 我們去買假的證件很快 一個禮拜就好了 為什麼要 訴訟這麼多年 還要出庭 還要吵架 所以他們的腦子裡面 也都是假證件 因為假證件買得到啊 他可以買得到啊 所以台灣這種環境 也是很奇怪 也是很奇怪 但是anyway 我幫他那兩個小孩子 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以後 不會有披露 他們是真的 有拿到相關的那個 證件 所以 這個也是 美國處理事情的一個方式 比較喜歡走那個 法律的那個途徑 他用法律那個途徑 然後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贏的 然後 當然我們 幫他處理那個 無國級的 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們希望說 這個法理上 有個判例 那以後其他的case 就按照這樣來做 是不是 我的希望是這樣 那這個希望 是實現還是落空 全部落空 對不對 因為我一路輸到底 最高行政法院都輸掉了 後來內政部來個文 然後他說好 你這個孩子可以辦 但是那個 以下不為例嘛 不能用那個文來為別人 爭取什麼福利嘛 所以下一個類似他這樣的case 也不能 他們怎麼來的嗎 他們 他像胡小姐 他是怎麼來的嗎 他是 就是 蔣介石來到台灣的時候 或是就是蔣介石軍隊 在1948年191919年 37 38年 在跑的時候 他們來台灣 也有一大批 往 往緬甸泰國跑嘛 很多往緬甸泰國跑 那因為那個中共在追嘛 所以他們就當然 沿路一定要把政見都丟掉嘛 如果他被中共抓了 他就說 我當然我支持毛澤東啊 我 我不支持 那個 國民黨啊 當然 那收身 沒有國民黨的政見 當然他是這樣處理 跑到泰國緬甸 那泰國緬甸以後 他們 泰國跟緬甸 你看 那些地方很大 你知道嗎 你 你真的你不知道 泰國有多大 泰國 綿甸非常大 所以這個政府就拿地圖 就畫個圈圈 好 你們這些華裔難民就住在這裡 不要離開這個地方 那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給他們一塊地去住 那 在 他們就是一樣嘛 這些 國民黨的後裔嘛 他們 在那裡生活 也會生孩子嘛 這個孩子在泰國出生 會有泰國國籍嗎 沒有 泰國政府不承認他們 你住在這裡 不要離開這裡 你要在裡面搞 你要開商店 你要開賭場 你要做什麼 我不管 不要離開這裡 然後你的國籍 我不承認 我什麼都不承認 你不存在 你有醫療問題 那是你的事 你不要離開這裡 所以這些人 他腦子裡面是什麼 國民黨 所以他們像這樣一個小姐 他就會想辦法 那國民黨在台灣嘛 那我就到台灣 我就得救嘛 所以他就一樣嘛 他就去 一樣嘛 我要去台灣嘛 那多少錢嘛 他們就 你給他照片 他就幫你去找個泰國小姐 跟你講得很像嘛 就給你這個護照 你用 一個禮拜這個護照 呃 泰幣 譬如說兩萬塊嘛 你先給他泰幣兩萬塊 你這個護照 你申請簽證 來台灣玩嘛 然後他告訴你 幾點鐘幾月幾號 你在哪裡等 然後把這個護照 還給某某嘛 然後接下來 你 你就是沒有證件 但是你在台灣 很好笑 他說他得救是不是 但是發覺 國民黨 的限制 對他們很多很多 他不能自由就業啊 他居居啊 也沒有給他們國籍 什麼都沒有啊 所以他就跑地下的 跑地下的 當然他就認識其他 跟他同一個身份嘛 然後男男女女接觸啊 後來就我剛剛講的 複製品一直出來 這次也是無國籍 很大的問題耶 所以台灣那個 那種Case也很多 很糟糕 不走 不走法理的路線 比較難走 因為連那個 白紙黑字的那個規定 那個護照事務所 他也不理你 所以這些問題 在台灣 我想美國 最基本的精神也是 這個方面就是法治嘛 而且美國還有一個 最基本精神是什麼 人就是人耶 人是人耶 在台灣人不是人耶 我可以證明啊 我去 因為我以前我搞很多訴訟案 我每個單位都搞 啊我只有一次在跟內政部在 訴訟那個 呃 呃 外國人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那個權利 我說 你知道中華民國憲法 沒有公民兩個字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他沒有公民兩個字 一般國家會覺得公民有什麼權利 他中華民國憲法沒有提到公民 他寫人民 人民 我說那我就在境內 憲法說 人民有訴訟職權 所以我有訴訟職權 嗚 內政部很生氣喔 嗚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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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絕對沒有訴訟職權 我說我站在這裡 我哪有訴訟 沒有訴訟職權 我在訴訟啊 我告你啊 你注定啊 法院受理啊 我哪沒有 他說那不一樣 那是因為什麼什麼法條 外國人才有訴訟職權 你不是人民 我說那我不是人民 我是什麼 我是狗嗎 他不回答 他就說你不是人民 我說我跟你講 我絕對百分之百是人民 你說錯了 就在這裡跟法官面前去吵 但是當然 我講我的沒有用啊 實際上是沒有用啊 這是使他生氣而已啊 因為他們對他們的偉大的憲法 他有自己的解釋啊 我說那你告訴我哪一條說 人民是子公民 有這一條嗎 沒有啊 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 他不同意 所以你光那個憲法什麼意思 你可以瞧得連紅博士粗啊 隨便他們解釋啊 對他們有利啊 對他們解釋 那個憲法不是說 人人平等嗎 那為什麼華僑辦的護照 你知道華僑在台灣 在中華民國體制可以辦護照 但是沒有居留權 沒有工作權 沒有投票權 你聽過這樣了嗎 那個華僑護照 他是沒有居留權 沒有工作權 沒有投票權 那憲法是什麼 人人平等耶 你去探討這個問題你看看 那個憲法裡面的 那個很奇怪啊 那個非常奇怪 而且聯合國的那個 人權宣言有規定啊 人人 必須有國籍 而人有權利回到自己的國家 那如果他拿ROC護照 那ROC現在在台灣 那這個人的國家在哪裡 但是他沒有傳利回台灣 他如果要回台灣 你要簽證啊 啊 去外班出去 會給他簽證嗎 不會啊 不給他簽證 除非他在台灣 有什麼一等金啊 要不然一般的所謂華僑 不給他簽證 為什麼不給他簽證 很簡單嘛 萬一他在台灣犯法 或是預期拘留 要把他簽證到哪裡去 沒有地方可以簽證耶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一個母國 他的母國是ROC ROC不給他拘留權 你看一個有多麼矛盾耶 所以我常常跟那個聯合國團體啊 台灣什麼進入聯合國團體 我跟他說 你知道 你這個政府有違反聯合國的規定 有違反多少條嗎 如果我是聯合國的秘書長 我也不會收理 光那個 我也不會收理你的申請書耶 他們不再知道啊 我說你了解自己了解不夠啊 你應該回去好好研究 而且既然要回去好好研究 你應該來聽林志生的那個演講 你頭腦才會打開耶 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耶 當然他們聽我這樣說也非常不高興 嘖 每個地方就是聽我這樣講堅話 就是希望我早一點 早一點離開他們的團體 他們不習慣請堅話 他們都是講 那些自己的話講慣了 OK 所以 我留下來給你的 基本 idea 就是 美國人比較喜歡講堅話 不喜歡講假話 這是最基本的 美國基本精神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謝謝各位 起立 李政 敬禮 坐下